备受瞩目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下个星期五即将在国会登场 在国会复会之前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今天发文劝请朝野国会议员 马上停止政治纠纷并以人民和国家的福祉为前提 确保财政预算案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通过 陛下表示2021年财政预算案十分重要 因为只有在财政预算案顺利闯关之后 前线人员才能够延续和落实各种抗议政策来防堵疫情获散 而元首的御令一出就立刻获得了孤统国会议员纳兹里的赞同 纳兹里在接受姐妹台阿朔阿瓦尼的访问时就指出 无论是在朝或是在野的国会议员都要放下成见 好好地坐在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这样一来纳兹里说国会议员就能够证明给人民看 他们确实是有在认真做事的 而不是为了一官半职在那边争权夺利 他接着也向首相慕尤丁提出建议 认为慕尤丁可以召集所有的政党领袖 一起坐下来商讨财案的内容 那其实有不少的在野领袖早前也已经向国盟政府伸出了橄榄枝 表明他们愿意支持财政预算案 而兵州首长曹关佑今天也针对财政预算案提出了他的自身看法 国盟政府下个星期五将在国会提成2021年财政预算案 兵州首长曹关佑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 我国今年面临严峻的公共温生挑战 因此他建议政府在来临的财政预算案中 增加给卫生部的拨款遏制疫情扩散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预算是 放充足的资源来击击疫情 我肯定认为更多资源 尤其是在今年的预算 所以我们可以避免疫情 曹关佑强调政府注重抗疫的同时 也不能忘了重振国内经济 来年财政预算案也应该给不同的经济领域 博出更多金钱援助 以协助人民度过疫情难关 除了2021年财政预算案 首相墓游定他的手上到底掌握多少议席 也成为了下周国会赴会之后的一大焦点 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向马来报章 前锋报透露 他至今是已经接获了超过16项 对首相所提出的不信任动议 与此同时 他也接获了来自国民后座议员 所提出的首相信任动议 他指出相关的动议已经被纳入到了国会的议程表当中 不过他最终还是会依据优先处理政府事务的标准来安排议程